所在位置就在新北的土城区 那可以看到呢 在4月3号的地震过后 这个建筑的柱子是被震到说严重的毁损 那可以看到钢筋都裸露 然后这个主经还有孤筋的部分 都是有严重变形的 那根据这个公务局统计呢 在新北市总共是有12个建物 被列为需要管制的 那有5张的红单呢 其中有2张都是在土城区 那黄单需要补墙的部分呢 有4张都是在土城区 那很明显的可以知道说 土城区是新北市里面 比较严重的灾区 那也让附近的住户是非常的担心 辗转难眠 带您听一段访问 我儿子我孙女两个孙女 我们就要分批 要看要到哪里 一个地方的疫情 又不能在一起 租房子又租不到 那又不晓得从哪个窗口 找哪个窗口帮我们租房子 至少也要帮我们 找个窗口租房子 让我们有地方住 像这样子 每天晚上看到这栋房子 有家归不得 那种心情是要是好复杂 好可怜 真的希望政府帮帮我们 拜托侯市长 那谁所说的话 帮我们赶快承诺 让我们真的有一丝丝的希望 让他们觉得说 我们还有个家 这样子像我们家 真的有家归不得 那种是好可怜 好可怜的心情 好的可以看到 受灾住户是情绪激动到 眼眶泛泪 那希望政府来帮帮忙 重建家园 而社区的主委则是发现 说在这个粮柱的部分 主金部分后数不对 而且原本应该有20只的钢筋 现在只剩下13只 就生怕会有 其他柱子也都有相同的问题 所以希望政府来帮帮忙 全面查清 还给他们一个真相